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政变危机 悬而未决 尽管西非经济共同体 已经在拟定军事干预行动 准备协助尼日尔恢复宪政 但流亡海外的尼日尔总理还是希望 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场政治危机 而绝大部分的尼日尔人民 也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 他们认为自家的事就该自家解决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要求尼日尔政变军人 在星期天之前恢复文官宪政统治 否则正在尼定的军事干预行动 将不再是纸上谈兵 可即便面对各种国际制裁 军事施压 政变军方还是坚决不向压力低头 流亡海外的尼日尔总理马哈玛杜 星期六在巴黎受访时表明 他对通过外交手段恢复民选政府 依然抱有一线希望 不过随着最后兵容相隔大线将近 他相信西非共同体 可能对尼日尔进行政治干预 我们留没关系 就在继续上卡组过通决方式 对于临近国家 马里和布吉纳法所警告 如果外界真的介入 他们也会介入支持政变军人 但对于马哈玛度来说 他们只是空口说大话 因为尼日尔境内还藏有他们的宿敌圣战组织 他们得先经过圣战组织地盘 才能到尼日尔的政治中心 与此同时 一些旅居在法国的尼日尔人 聚集在尼日尔驻巴黎大使馆外 声援被软禁的总统巴祖母 马哈玛度会见了这些支持者后表明 尼日尔人民以绝大多数票 将五年任期托付给巴祖母 如果军政府拒绝恢复民选总统的职位 对国家和人民来说 只是一场灾难 这就是为了我们说 我们的国家是一场灾难 首先是因为他们给其他国家的业务 国际社会大力支援尼日尔合法民选政府 恢复原有权力 但是对于一些居住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的民众来说 他们坚决反对外来干预 认为自家事就该自家解决 我们是一场的东西 我认为是一场灾难的 但如果我能说我能说 这就是我们的状态 我们的状态 我认为对于法国家的状态 是一个人的状态 她是在她的眼睛 她不相信她 同樣不參與軍事干涉的國家 還有詐德 詐德國防部長星期五明確表示 他們不會干預鄰國尼日兒的政變